中文字幕 李宗盛 热啷雷在潮州菜是高尚才性 一隻響籠是一根至一根十 大約是起了兩片雙飛的響籠 每一片是一兩至兩二左右 那個精怪度就是這樣 除了說它很鮮甜之餘 食料上我們說它有滋陰的功效 這個菜的歷史如果是潮州是很久的 我知道的由鴻魚到潮州年代 都是有資料顯示有響籠 潮州地區響籠是比較多的 特別是以前 小時候走去水產市場 經常都要見到 但所見到的大多數都是焗籠 或者小隻的響籠 能夠去到一間或一間零廠以上的 五至十年以上 一邊吃的話 它未必應付到這麼龐大的食客團 所以現在的量比以前少了 小貨源價錢貴 自不然在師傅來說 就是做的機會比較少 打鱸也是一個很大的功夫 如果你打得不好的話 你的鱸殼會搶到鱸肉 鱸肉就會爆裂 一爆裂後 撇鱸就撇不到一塊完整的鱸 因為我們中國人吃東西 是說完完滿滿 任何東西都是說整整齊齊齊 所以整齊齊齊齊不破爛 不破洞 才顯得它的功夫 打鱸需要知道 它的絕盤如何吸收鱸殼 如果你是清楚它在哪個位置 一脫打下去 它的鱸肉就會脫出來 如果你不知道它那個絕盤的位置 是吸收鱸殼的哪個位置 你打破整整隻鱸殼 它也不會脫出來 我剛入行的時候 十六七歲 有一天師傅叫我去水池 拿一隻鱸去打 在我來說就滿心歡喜 但誰知道打完之後 那隻鱸是裂開了 真的被它罵 但罵不是為事 或罵它是指導你 在下一次有機會再接觸的時候 就可以做得到 鱸頭這個部分是圓形的 伸展到鱸尾這個部分是扁平 我們在扁鱸的過程 要先扁鱸頭 硬的位置 將鱸頭的鱸肉一邊扁平 令到鱸肉向鱸尾這個部分走過去 那個收縮的力度越大 那就證明那隻鱸就越新鮮 鱸頭和鱸肉之間 那個硬和很軟的幅度相差很少 所以我們在片鱸的時候 輕輕握握它 感受一下究竟那個位置到了沒有 最終我們要拿到片的時候 是要拍到它扁平成為 剛剛大致的高度一致 這樣就可以打平成兩塊雙非的鱸片 而不穿洞也不要開叉 這個就是功夫之傳 一般來說要接觸到片鱸 起碼都要做廚房十零年 如果是中棟師傅以下 基本上都沒有機會接觸 根半至根十的響鱸 開了一個鱸腸和鱸尾之後 平民的鱸頭 左收右切 大約成兩片雙非的響鱸 每一片是約一兩至兩二左右 我小時候都不懂得欣賞 誰敢吃這麼貴的東西 我是做了師傅之後才懂得欣賞 另外中國的菜系裡 只有潮州地區 是用魚露作為它的含味 我們教過常湯的時候 我們用魚露去搓響鱸 這樣就鮮上加鮮 最後是下雞油 因為雞油可以增加鱸鱸 兩者之間結合了是很和味的 把兩片響鱸搓一搓 是說幾秒鐘的事情 過火之後就會韌 響鱸是有它獨特的海鮮味道 是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但是當你吃過它之後 你會永遠難忘 那個鱸鱸味 我們一般會給客人吃 我們會加一些薑蒼、紹酒 想蒸龍爐,大約蒸十分鐘左右 讓客人見到 證明這一鱸是生猛的 潮州菜的特點是清鮮、嫩 灼響鱸是保持清甜和脆口的感覺 一般來說 我們是用單一味道比較多 但是潮州人的味蕾是含甜交界 所以加兩片金華火腿 加一點橙片 爽甜之餘是很適合它們的口味 千多元一塊鱸片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奢侈價錢的定位 但是作為一個廚師 我們喜歡做一些好東西 讓客人賺上 這個才是我們追求的 蘋果揭露暴政真相 請支持訂閱